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 高明星 男22岁山西人 陕西科技大学 在职本科 采购与供应链专业 大家好 我叫高明星 来自全国最爱吃醋的省份 山西今年22岁 我平时喜欢 蹦那个蹦迪 蹦迪 蹦迪 攀岩等极限运动 今天来到非你莫熟的舞台 想求值一份网页设计 UI设计 平面设计 等设计的相关岗位 谢谢大家 老师好 老师交代 是不是喜欢蹦迪 以前蹦鬼子 还记得怎么蹦迪的吗 来 来 来 音乐 拍起来 是是是是 事实证明他刚才上来的时候不是口误 他的确喜欢蹦迪 对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极限运动啊 你是平时是一个很闷的人吗 还有一个外号叫 忍者 后面没有神规二字啊 忍者 是不是特别能忍 太闷了 所以要蹦极 要蹦低放松一下 不是不是不是 那个是因为在平时人际向主当中 或者是功德当中 然而我不想撕破脸 所以就是忍着 你跟跟我们说一下 跟大哥哥大姐姐们说一下啊 你自从进入职场以来 受过哪些委屈 诉苦大会 开始 其实真的来说 我真的不算是诉苦吧 因为我刚进入职场 受点欺负 受点拍戏 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对于我而言 我自己把这个当作一种成长 那你说说你最能忍的事情 是什么 最能忍吧 就是我在大学兼职的时候 那个因为那个时候 我本身就喜欢去一些娱乐场所 所以我选择去夜店服务员 那个反正那个时候 我并不知道服务行业很难做 当时有一个小伙 他想抽烟 他跟我借火 然后我说 那事儿没有 可能那小伙心情比较差吧 结果当场上就把我妈里读 难不难听 那个挺难听的 那的确是够欺负人的 还有什么吗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大学社友 大学养职两年吧 天天晚上睡觉 看直播 吵在别人睡不着 那个反正我说了好几次 那个每次说着说着 总是给我耍不来 那个说了也没用 然后我也不想撕破脸 那个毕竟成天 低头不见太多见 所以我就 你就忍着呗 对 他刚一开始的话 给我感受 第一直观感受 是特别老实 但是后来呢 因为那个交流了一段以后 又感觉到有点唯唯诺诺的 总是那个 说话呢 吞吞吞吞吞吞吞的 你学的是采购与供应链专专业 对吧 你求职意向是UI设计 平面设计 网页设计 作品来吧 你要咋的 因为这个本科吧 当时是老听我爸说 采购什么采购什么 那个当时就特别后期 然后我就弄了一个自考本科 然后学了之后 我发现 不喜欢 对 后来又怎么学了网页设计呢 这是自学的吗 这个是我去彭一班学的 这个是我们在学校做的一个 就是模拟的商业项目 当时我们整个小组 大概是七个人吧 然后做了一款 美食社交类的一个APP 这个也是在学校学的 当时老师让改版一个企业网站 然后我就是根据他原来的 再加上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设计的他这个首页和详情页 还有那个产品页 它的一个效果图 这个是我刚开始学的 然后是 那个老师让我们做个海报 就是那个无论是文化海报 还是产品海报 做一系列的 刚好我那组是两个女生 那个她俩说要做化妆品的 那个当时我也就跟着做了 我所做的主要的工的部分是 皮肤褶皱的那部分的 那个贴了个效果图 你是想来应聘美工是吧 美工和世界还是有区别的 我当然知道美工跟设计有区别 但就你现在刚才做的这些 基本上是美工的工作吗 那个美工也能接受 电商里面的一些设计 详情页设计 这种工作接受吗 接受 我觉得好奇怪呀 他只要求四千 就是因为我感觉 他特别奇怪 就是他们进行那么多设计 大家都是直接展示自己的作品 就是一幅画 但你是属于给我们展示的是 画中画 就你的作品 其实你都是用很模糊的 一个印象给我们看 然后你还给我们看 展示了一个你摆的场景 就你为什么不愿意 直接把图展示给我们看呢 那个图我怕看不清 所以我就 你能好好说话吗 站直了 因为我当时做的那个PPT 太模糊了 所以我就选择了这张 可能我做 可能我准备的不够充分吧 我怎么感觉你像是一个 没有长大的小孩一样呢 我想八卦一下 你喜欢比你大的女生吗 这是你人力资源专家 该问的吗 对这个很关键 因为的话 他的这个 我觉得情感的话 跟职业是非常相关的 我 分人 谈过吗 谈过 比你大 现在还在一起吗 分了 分了为什么呀 他欠我幼稚 他欠你幼稚 为什么呢你觉得 那个他分之前就跟我去说一句 他不行啊 他黏人的 你黏吗 之前我黏人 怎么黏 那个 那个每次吃饭都要在一块 然后就是 有事没事 就是不要和他分开的 这种的状态 理解理解 这等男孩子多了 说工作 人家四千美工 有什么建议 我觉得四千美工的话 特别好 其实设计的话 是有一些那种画面感 然后有些童心 我觉得这是一个 特别好的加分点 所以这个我就是想叫他去展现出他的可爱处来 我觉得四千挺好的 坚持 进下一轮就可以了 其实我是觉得呀 前面 稍稍的表现一点可爱 会让企业家们觉得 你好像处 但是在谈到专业的时候 你还是显得幼稚 我这点跟酷儿的意见反倒不一致 就是我反倒觉得 一旦进手之场 就应该让自己变得成熟 你懂我意思吗 懂我懂我懂 佳哥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们要看后人 他处于什么样的一个阶段 对吧 我其实完全同意你的这个看法 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个事前往前 他这样的一个薪水期望来讲 和他目前这个状态 我觉得是值的 但坤儿特 你不要老便宜 坤儿特 你从那个作品里面哪看得出来 他是值这个过去钱 同时你是哪看得出来 他还有童心呢 我觉得他作品里面看出来 就是他不够自信 我解释一下 因为他面试的是交互设计 交互设计然后放到那个应用场景 比方说你是APP 他就一般把手机会画出来 如果是网页设计 一般也会把电脑的屏幕画出来 这样来展示在哪个场景 但是我想问你的问题是 那几个设计是不是 尤其是那个APP的设计 是不是一个模仿作品 不是不是 那个 原创 对 完全原创 对完全原创 那个我最多冲钱的就是找 那个就是找一点参考 我觉得很正常啊 现在APP都长得差不多 他找参考 不不不 这个还是有很大区别 其实他的APP的整个色调跟结构上 其实还是不错的 还是一个挺 看上去还挺成熟的一个产品 所以我觉得 因为你只是一个培训机构 那个培训机构几个月啊 六个月 六个月 你是全职在上那个培训机构吗 对 我是全职的 以前你学过相关的美术吗 没有 那你 我觉得 我自己主观判断 你还是模仿的 因为六个月时间 你要把这些工具啊 什么都学会 就已经不容易了 学起来 其实对我 对我这个零基础来说的话 确实比较困难 但是我就属于那种 别人学三个小时 我学四个小时 别人学四个小时 笨鸟先飞 对 好 这样 我很难判断那个 那我通过另外一个问题 来问你一下 你认为 现在你常用的 这些手机上的APP 哪一个的交互 是你认为比较好的 不好意思 那个答不上 所以你这方面 你其实研究还不多 一般的交互设计 是需要看大量 别人的作品 我看你的第一份工作 这个测试工程师 离职原因是项目裁人 为什么会裁掉你 因为我当时 做这个行业的时候 经验本身就不多 无论技术行业 比起其他老人工 要薄弱很多 运营商那边 只留了一些 五年或者是八年以上的 那些技术大拿 然后把贩路出身的 这些技术不是很好的 然后就直接裁掉了 所以裁掉你是因为 你的专业能力 可能比较弱是吗 就是在 那个后台优化方面 那个能力比较弱一点 OK 来 第一轮选择 徐贺林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我来的时候 我就想到这个结果 也不会啊 你才要四千块钱 因为设计这个行业 它起点都比较高一点 那个现在企业基本上 都要的是成熟 我对我自己的认知 还是很清楚的 六个月时间稍微有点浅 再多学一些 学近一点 好不好 谢谢啊 有那么一点点小失路 大五十分吧 那个毕竟我表现得都不好 其一家帮我 指出了我的不足吧 还有就是说 我的空间 还有很大的提高 请不吝点赞